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针对于平台的 有针对于行情的 有针对于各种各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都会有啊 那昨天的话呢 我有抽到一个小伙伴问到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小伙伴的话呢 他的头像是非常的可爱 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一个关注 所以说我就抽到了他的一个问题 这个小伙伴的话呢 他有问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弱势盘整行情还会走延续 那针对于这个小伙伴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行情在一个空头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行情去走了一个什么 区间调整的一个震荡结构 或者是走了什么 去走了一个收缩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当行情打破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 拉搭的一个趋势还是会干嘛 还是会去走延续的哈 OK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给到我们这位小伙伴的哈 这样的一个解答 好的 那现在的话呢 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盘面当中来哈 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什么 早盘分析的哈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来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欧元的哈 这样的一个盘面哈 一小时的一个节奏哈 还是比较清楚的 一小时的话呢 从这个位置的一个起点哈 到这个位置的哈 目前是走了一个什么哈 空头下跌的哈 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趋势的话呢 它走的也是比较干净 比较利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一个空头下跌之后 后面的话呢 迎来了一个什么 迎来了一个逆动能 迎来了一个反弹啊 那这个逆动能对于这一笔下跌它的什么关系啊 它可能就是一个什么 调整的一个反弹的哈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而且的话呢 这一个反弹 它也是分为了两个部分去完成的 首先这个位置 它是先走了一个通道的啊 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通道破位之后 这一笔它是走了什么 走了一个加速 所以说呢 针对于这一大笔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它是分为了两笔去完成的哈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当下的话呢 这个就是针对于反弹的哈 这样的一个啊 节奏 在这个行情反弹之后的话呢哈 这个行情就非常有意思哈 它的这个下跌的这一笔哈 它并没有直接去同样的一种节奏去试探 啊 并没有以同样的这样的一种节奏 去试探前低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哈 并没有形成一个什么回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下跌反弹 对不对 价格再下来的时候 那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什么反 就是一个回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而且的话呢 如果说是回档的话呢 针对于这一笔下跌它也是什么 弱势的同一种节奏去完成的一笔 而我们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盘面的话呢 它并不是以这样的一个节奏去完成的 而是下跌反弹下跌又反弹 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去完成了这样的一笔调整 而且这一笔调整的话呢 目前它也是进入到了 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啊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期这个区间 它都是一个什么密集交易区啊 这个区间它都是一个密集交易区 而且在这个密集交易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也是形成了一个压力点啊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啊 刚才说错啊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支撑点啊 而且这个支撑的话呢 在昨天已经干嘛 有效验证过这个位置 有效验证并且走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多的哈 这样的一个利润 所以说呢 对于今天来讲的话呢 欧元哈 朋友们哈 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位置 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 价格下来了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会存在一个什么 做多的机会哈 它会存在一个做多的机会 而且的话呢 这个机会它是什么 它是有条件的多啊 这个多是有条件的啊 那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哈 我们可以在老地方详细哈 为大家去解读 所以说这个位置是我们今天 亚盘欧盘去重点关注的一个支撑位的一个位置 好的 说完了我们的一个欧元哈 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英镑 英镑的话呢 目前来讲哈 它也是处于是一个空头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哈 它的行情走的还是干嘛 比较稳哈 节奏上来讲 还是属于那种手拿把掐的一个行情哈 还是属于比较简单干净的哈 一笔下跌 这个位置的话呢 很加速哈 走了一笔加速的一个下跌 还进入到了一个调整 调整之后 行情又走了一个什么 加速 加速之后反弹 反弹之后后面又进行了一笔下跌 大家可以看到出来哈 从这三笔下跌的行情当中哈 它的走势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这种的话呢 就很急 走的就很急啊 这种的话呢 走的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稳的一个下跌哈 还是比较有估计的一个下跌 那这一笔下跌的话呢 它的节奏明显的是干嘛 是放缓了脚步啊 对于上面这两笔的一个对比啊 这一笔下跌 它的脚步哈是明显的是放缓了下来 而且下跌的速度啊 也没有那么的迅速哈 没有那么的快哈 它是下来了哈 调整了一下又下来又进行了一个调整了一下 是不是哈 所以这一笔的话呢 它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研办 去研究的哈 所以说有的时候做交易的话呢 其实这个行情还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哈 很有意思的哈 这样的一个走势 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哈 一小时的一个排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 它的一个幅度也是干嘛 慢慢的在减缓啊 它的一个走势幅度也是慢慢的在收缩的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个趋势线哈 来连接一下 所以说呢 对于英镑哈 当下的这个行情啊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 也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哈 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这个行情的话呢 目前的话呢 它是走了一个什么 收缩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而且的话呢 这个行情已经是走到了什么 三角形收缩的哈 这样的一个末端了 所以说这个行情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是非常非常关键 以及下方的这个位置 它都是什么 非常值得关键的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收缩的 这样的一个末端的位置 它往往都会隐藏了什么 大机会 这种行情的话呢 它都是一些什么 能去去操作的一些隐藏的大机会 大利润的哈 这样的一个行情 一旦它的行情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它的接下来的一个什么 大机会的一个节奏 它也就什么 它就上来了哈 所以说当下的英镑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值得哈 去期待的啊 一个行情 所以说我们也会去 好好的哈 去呃 重点哈 去关注一下 关注的位置 是什么位置呢 哈 一个是上方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位哈 以及是下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位 目前它的行情还在上 还在这个区间啊 还在这个区间的话呢 那对于今天白天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我们还可以干嘛 还是可以看这个位置哈 去做一个什么 去做一个空哈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属于下跌趋势当中的哈 一个顺势的顺势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空的话呢 它是针对于我们的亚盘 以及我们的欧盘上面的哈 一个节奏哈 刚刚说到的一小时的这个什么 收缩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 我们也是需要等待一些信号哈 跟它的一个K线的一个状态哈 我们才能去判断接下来一个大方向的布局哈 该如何去布局哈 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老地方哈 详细哈 为大家去讲解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欧元跟英镑哈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哦 明星产品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黄金哈 以及我们的这个原油哈 先来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的话呢 在一小时的一个盘面当中 它的走势已经是完全的形成了一个大V哈 这个大V已经是干嘛 已经是完全的反转了啊 对于这一笔上涨行情已经是完全的反转啊 反转之后的话呢 我们重点研判的是这一笔下跌啊 这笔下跌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研究哈 去操作的哈 这样的一个走势 小级别当中哈 我们可以看一下 30分钟这个位置它是什么 一笔加速啊 加速下跌反弹之后 反弹之后的话呢 行情也是干嘛啊 高点不断的啊 去下降啊 像这些高点啊 不断的去下降 低点的话呢 也是不断的再去创出新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标准的下跌的哈 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所以对于当下来讲的话呢 30分钟这一根趋势线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 也是非常值得哈去关注的一个位置啊 那对于这一笔下跌哈 从这个位置的起点哈到目前这个位置 这一笔下跌它也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去完成的 那首先的话呢这个位置它是同一样的一种节奏去完成的 从这个位置到当下的这个位置 它也是什么另外的一种节奏去完成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下这个节奏的话呢哈 它以这种什么弱势调整啊 下跌哈调整又下跌又调整 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哈 所以今天对于黄金来讲哈 是有两个位置是值得关注哈 一个是这个位置的一个趋势线的啊 一个压力点啊 这个位置它也是属于白天的一个节奏哈 薅羊毛的一个节奏 反弹上来哈 也是属于是那种短平块的一个空点啊 价格再打上来的时候 再次去验证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这个位置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遵循了这一笔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nice的一个空点啊 当然哈 这个空的话呢 它也并不是说是行情来到了哈 我马上就可以无脑坐进去哈 并不是这样的啊 它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也是什么 有条件的哈 朋友们哈 也是有条件的一个空点哈 并不是说只要位置给到了 我就可以去参与哈 但是位置给到了 它是条件之一哈 我们还要去观察其他的哈 要看他的动能啊 要看他的强弱 要看他的K线的一个状态哈 我们才能去做一个什么 完整的哈 这样的一个判断哈 OK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针对于哈 我们的一个黄金的哈 位置上面的哈 一个讲解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油哈 原油的话呢 那当下一小时的盘面哈 同样也是这个威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哈 也是什么大威反啊 大威反之后的话呢 这个行情我们也要去顺势去参与哈 顺势去参与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哈 当下的节奏它也是一样 加速哈 加速之后的话呢 后面是伴随着什么 弱势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说那对于当下的一个节奏哈 两三天之内的这个行情啊 或者是说一两天哈 一两天之内的行情 我们重点的研判啊 重点的研判是哪里啊 肯定是这一坨哈 重点的研判是看这个区间啊 那这个区间的话呢哈 我们可以把级别放的更小一点 十五分钟啊 十五分钟的话呢 当下的这个走势哈 还相对来讲哈 这一笔啊 从这个位置啊 到这个位置 这一笔下跌 还是比较有规律的啊 规律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虽然当下的话呢 我们也要重点的去看待啊 是哪一笔啊 就是最新的这一笔下跌啊 最新这一笔下跌的话呢 我们可以也是参考这个什么 趋势线的哈这样的一个位置 而且这一根趋势线的话呢 它也是多次去验证了压力的 这样的一个有效性 从这个位置开始 3月11号到今天 也是多次去验证了 这样的一个点 点位 所以说今天的话呢 我们重点哈 还是看这个位置 只要价格给到了 这个位置的空点哈 朋友们哈 它是一个重点的一个空哈 答应我 这个位置给到了哈 不放过 好的 那以上的话呢哈 就是针对于我们今天的哈 这样的一个重点的产品哈 给到大家的一个 呃 呃 分析哈 如果小伙伴喜欢我的视频哈 记得帮我点赞哦 OK 好的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